客仔姜浩文终于来到马来西亚宣传新电影了 现在一起来看看Babarazzi独家转访吧 哈喽你好我是Terence珈乐 让我们欢迎姜浩文 马来西亚观众大家好我是姜浩文 欢迎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残影空间》 那简单点介绍一下这一套电影《残影空间》 其实《残影空间》是一部挺销露的电影 是讲一些人的阴暗面 就是好人坏人 好人是否真的好人呢 坏人是否真的那么坏呢 就是让观众揣摩一些故事的特质出来 这一套电影也有说到 人性是本善的 那么克仔你觉得你自己是本善还是本恶的呢 其实人性是否本善就不知道 但是我见到一个很滑稽的人摸在那里 你第一件事就 应该是恶的 这样 就会偷笑 之后才问 哎呀没事呀 你说是恶还是善呢 就是大家要去判断 那这部电影最挑战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像观众那样 不是观众看电影《残老》 是演员去演这部电影都是这么消心的 就是投入了下去很多的我们很多的剧本的路线走 就是很多是 到你进入了下去是 是几可怕的 就是譬如 进入到一间屋里面 看到用人皮去报纸一样东西 为什么这件案会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神经病还是神经病呢 就是 很难去解救 好像我们 不是看出来那么恐怖 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在那个现场也是这样的 所以一开始接到剧本的时候 都觉得是很精彩的 是精彩的 还有一个挺新的东西 我做这么多警察来说 这个警察是 那个思绪挺复杂 那个思绪 走出来的路线是挺复杂 第一次是跟Staffy合作的经历 是开心的 其实Staffy是很开心的 我们认识就认识了很久 合作就第一次 真的困在一起 他对这个戏的压力都挺大的 我看到他 真的投入那个时间 和那个演出 演发方面 他都挺沉重的 那也是第二次在这里 过年 那有去过什么地方 玩一下 其实我很久很久之前在这里 都拍过东西的 都住过一段时间 这次是疫情之后 住得最久的 疫情前三年前过年 走之后三年后再来了 那这次过来的时间 因为可以留来了 我们在这儿拍戏 在这儿做很多宣传 时间久了可以去找回很多 见回很多年没见的朋友 那有没有想过会去沙巴玩一下呢 没有啊 还没去过啊 我喜欢收集古董车 就是喜欢很多古董车的东西 刚刚看到 Facebook的APP 就看到沙巴有一部 但是要飞过去看 是 阳光海滩的地方 可能会有机会 因为我本身是沙巴人 是吗 是 因为那时候挺害怕的 那时候经常说有海盗 是吗 三四年前 现在没有了 现在是没有了 你不要怪我 我就算去到马尔代夫 我都害怕 我都害怕 我经常跟我老婆说 哇 这么大个海 需要不需要删枪 会不会有海盗进来 刚才也有说过 想挑战戏剧 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你马尔西亚和这里的演员 导演合作 要的 其实不是说挑战 我的出道是戏剧出道的 只不过很久没有演 很久没有演那么开心的东西 近这十年 我都是演一些很沉重 很失败 其实不是的 江湖民很开心的 可以 我想做一些这些东西 在马尔西亚和香港很希望 未来会有些开心的故事 对马尔西亚的食物应该是 榴莲会比较印象深刻 我是很喜欢榴莲 榴莲都不得了 喜欢吃到 不知怎么说 我和太太都喜欢吃的 又不吃得多 我吃得多 我会很容易会上火 是 所以这次来我都重了三几枝 这次是马尔西亚过年 重了三几枝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电影《残影空间》 想要知道更爆更热的消息 记住守住 拜拜 Rasi 我们下次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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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